長髮導演總出現在柯文哲身旁 他被封為戳戳妹 2014年還選加入柯團隊 成為柯文哲隨行小秘書 還是臉書操盤手 但將在三月底離職 葉智一日前有向市長做口頭情詞 那也表示說他自己有生涯的規劃 從選戰到市府 葉智一幾乎全年無休 跟著柯文哲每場行程 當柯P講太嗨 就出手戳戳老闆要失言了 其實柯P有時候情緒會太亢奮 然後講出一些比較 我覺得你今天是很高興喔 不要那麼高興 不管是跟柯P捧下巴裝可愛 還是自拍賣萌 葉智一曾在臉書上說 就像我們一無反顧 想撐起台北的希望 即使跌跌撞撞 但只要想起你們 就覺得不再撐一下 實在不行啊 柯文哲曾私下讚嘆葉智一 比起政治科班生 有革命精神 只是沒想到現在也將離開 傳出是府內幕僚不和 有人說可能是因為 內部的一些人事上面的 這種競爭的問題 離職的警訊 其實跟局處長的離職 這個嚴重性應該是相等的 也就是說理念不和 然後沒辦法大展長才 將來對他打選戰 或者對網軍的精靈 組織的構成會有很大的影響 適應或者是內部不開心 我想外界沒有必要對這件事情 做過多的意測或討論 葉智一強調 挺客的心不便 只是太累了想休息 柯文哲準備拚連任 但團隊幾乎換血 抽出沒辭職 也讓柯平面前 少了敢大膽賤言的人 這張上全文台北報導